大家伙好,是回来情义太极们掌门,马宝国 才刚有个哥们问我,老马你咋去了 我说啥咋去了 给我发了几个截图,我一瞅 原来是昨儿个有两个小B仔的 四二十来岁,一个体重一百八十来斤 一个一百六十来斤 有一个他就跟我捣过 我搁着建设房练供 脖梗子练坏了 马老师,你能不能教教我你的胡言功法 给我脖整的,挣头挣头 我说你搁着建设房连死劲都是扯毒的,没有用 我说小朋友,你两个手来绝我一个手指套 他绝不动,他说你这也是扯毒的 我说我这有用,这是化劲 传统工夫是讲化劲的,四两百千斤 二百多斤的英国大理事都绝不动我这一个手指套 他说要和我比量不量 我说比量呗 我一说他,嘎就站起来了,贼快 两号上来就是一个左正灯 一个右边腿,一个左次拳 我全霸了出去,霸了出去了 霸了出去以后,肯定是传统工夫一点到位置 电炮就跟他鼻子上没削他 我削了一下,准备收拳 因为这时候按传统工夫的点到位置他已经输了 要是这一点炮削下去,一炮了他鼻子就有骨折 跟他鼻子上没削他,他也承认 我先怪到他脸的 他不知道电炮就跟他鼻子上,他承认我先怪到他脸的啊 我这辆撩条不打了 他冷不定来个左次拳来削我脸啊 我大意了啊,没有伞 他这左拳给我演,右眼怪了一下 但没事啊 他也捣过,他截图也说了两分多钟以后 当时就叫猫子了,捂着眼睛 我说等会儿,然后两分钟以后 两分多钟以后,就好了 我说小鼻子,你不将武德上道 王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上道 他说他是瞎比以后的,他可不是瞎比以后的啊 正正,边腿,左次拳 学来有术,后来他说他练过三四年泰拳 一手就是,有备而来 这两个小鼻子子不讲武德 来,忽悠,来,捅过 我69岁的小老头 这逮吗,这不逮 我劝这个小鼻子子 耗自卑之,好好反思 以后,不行再犯这样的茶屁 小茶屁啊 武林,要以和为贵 要讲武德 不行搞,无二理法 谢谢大家伙 好看